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说到万王之王 很多人都会认为应该是狮子座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狮子座只是万首之王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真正的万王之王应该是摩羯座 朋友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摩羯座是万王之王吗 让我来为大家揭晓吧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大摩羯 摩羯座是冷静与智慧的象征 他们有着强大的领导能力 性格尚不负于人 从小就可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具有王者的风范 所以叫万王之王 摩羯是一个不懂得把握住幸福的星座 所以爱情往往是坎坷的 曲折的加上性格的因素 摩羯很难从爱情里体会到幸福感 当然热恋里的幸福一定是饱满的 爱情里的摩羯 勇敢 坚定 执着的难以用任何词语来形容 想要摩羯放弃一段感情太难 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摩羯自己决意分手或分离 一旦摩羯爱或者不爱一个人 那一定是没有任何回转余地的 摩羯属于越挫越勇的爱情勇士 当然内心的伤口也就随之越积越胜 但是摩羯不会去报复和憎恨任何人 虽然摩羯喜欢嘴上逞强 但是那纯粹是一种自我的发泄 摩羯坐大智若鱼 深有城府 胸怀大智藏于内 天生始亡不见亡 沉默寡言 内敛实干 沉温冷静 坚韧不拔 身来单纯 本性善良 欢笑少录于表 伤心不长与人眼 用情专义且执着 温顺老实的外表 极富野心的内在 沉重庞杂的责任 坚强隐忍的意志 造就大器完成了摩羯坐 所以说 摩羯坐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啊 他们的领保能力 坚韧不拔和深思熟虑的性格 让他们成为了成功的人士 虽然在爱情方面 可能会有些曲折和坎坷 但摩羯坐的人 却是不怕困难的勇士 他们看起来可能很普通 但内心却充满了野心和才华 他们的成功和成就 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赢得的 所以才配得上万王之王这个称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